当前 中医药全方位深度参与上海抗疫 对于无症状感染者 重症患者 康复人员的中医药治疗如何进行 近日 张伯利在上海接受媒体集体采访时做出解读 本轮疫情中 上海出现了大量无症状感染者 对于无症状感染者的治疗 张伯利指出 在这个阶段及时用中医药干预 往往能取得较好疗效 使其不成为确诊者 也促进核酸快速转因 张伯利介绍 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 实行第九版原则 中医药治疗使用三方三药和上海拟定的协定方药 从前期在上海方舱医院的使用情况看 中医药在减少转重率 减少出舱时间等方面显示出良好的疗效趋势 上海本轮疫情的确诊病例中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到三成 且大部分老年人患有基础病 谈及这部分人的救治 张伯利表示 要将治疗关口前移 先证而至 截断病逝 抓住他当时影响他健康的 可能会导致疾病恶化的这几个症状 有的病人谈黏 磕不出来 所以我们给他一些个正科去谈的药 让他容易磕出来 谈一磕出来以后 肺的炎症吸收也快 就是让他基础病不恶化 保持平稳 这样来防止疾病他转为重症 我一直说没有重症就没有死亡 对于控制重症 这点非常关键 目前上海的重症患者开始增多 张伯利介绍 为加强危急重症患者中医救治能力 组建了市级多学科中医专家组 除全面参与市级中西医专家联合查房和会诊外 每晚固定时间举行市区定点医院 危重病例会诊和讨论 同时我们还制定了这个治疗重症新冠肺炎 必备的中药这个这个名录 就你这个重症必须可能要用到的一些个中药 包括中成药 每个医院作为标配 这样来保证用的时候及时 谈及治愈人员的后续康复工作 张伯利指出 部分患者治愈后有疲乏无力 肌肉酸痛 心悸等情况 可以配合药物治疗 一部分患者也可以通过体育锻炼 食疗 药膳等手段促进康复 今次 four tit喫尤的数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